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我相信你们会看命理的影片 绝大多数就是刚好在人生的低潮 想要透过看命理的影片 能不能够得到解决的方法 甚至花点钱 请老师帮你改运 但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一件事 你在看影片的时候 请你记得一件事 有很多人其实他是在打广告 他刻意把命理夸大了 我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像我以前就有看过 名字真的对我太重要了 我在还没有改名字之前 我负债2000万 但是我找了某某老师帮我改名字以后 隔年我就赚了几千万 然后把负债都还完 当你看到这一种的广告文的时候 你会不会很心动 他可以这样子 但是各位 这是完全一个不合理的一种的广告文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花大不死 我想问你 他一年可以赚两三千万 他一年赔两三千万 那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生意人 今天假如是一个普通人 跟你我一样 我让你好好的花钱 一个月花十万 也就是说一个月花十万 你给我赔1000万 你赔给我看 你要如何赔到1000万 你跟我讲 也就是说你一年赚120万 你要赔1000多万 你怎么赔 那就是代表一件事 很多人根本他不知道这一种情况 然而你会看到的是 一堆什么操作股票输几千万 跟你说他是有几千万先在那一边 他才有办法去操作 否则的话 他没有钱 他要怎么去玩股票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他都是所谓的话术而已 真正的命理没有到那么厉害 帮你改个名字 你就可以从负债变成赚大钱 帮你改个风水 你就会多好又多好 别想 不可能 命理没有到这么厉害 假如命理有到这么厉害的话 世界上这么多贫穷人 歹命人 叫他用一用 不就大家都变有钱了吗 但是现实生活中 很有可能 你只是一个感情的问题 去找个命理师 花了十几万都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各位现实是什么 现实是命理没有那么神奇 当你在人生低潮的时候 还是要回归到命理的基本 不是去找什么神奇的法术 而是这时候不顺 先停下来 让自己喘口气 休息一下 这样子当你补充了元气的时候 你才能够有正确的一个判断 而不是一直很紧张 一直很紧张 紧张是能做出什么事情 紧张只会被人家骗而已 所以各位 当你处在人生的低潮的时候 请你深呼吸 一口气 把所有的步调放慢下来 不要急著要在这时候把它处理掉 毕竟你在紧张的情况下 处理事情 效率一定很低 而且还很容易被骗 所以在这时候 你倒不如好好吃吃喝喝碎 让自己身体获得一定的 足够的休息之后 精神变好了 再来处理你所面临的问题 而不要在很慌张的情况下 这个老师 人家说他很厉害 这个广告好像很神奇 你这时候就去找 很多的时候只是在花冤枉钱而已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